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哈努克亲王 胡伯伦首相等都到机场欢迎 五月五日 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及随行人员到达今天 收到西哈努克亲王 胡伯伦首相和成千上万的群众热烈的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哈努克亲王 在致欢迎此时 向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表示诚挚的欢迎 他感谢中国人民给柬埔寨人民慷慨和有用的援助 和对他们和平中立政策的一贯支持 周总理在致达此时说 一千多年来 我们两国人民一直友好相处 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密 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谈解 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 十多万群众 在长达十公里的道路两旁夹道欢迎 这一天 金边青城欢迎中国贵宾 表达了柬埔寨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天 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 拜会了西哈努克亲王 福伯伦手下 并且进行了友好交谈 同天晚上 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 在金蓝殿 拜会柬埔寨 哥沙曼 尼亚里利王后 周总理对苏拉玛里特国王的不幸逝世 表示哀悼 周总理向王后赠送礼物 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国王的灵前献花圈领默哀 周总理 陈毅副总理 在会摄政委员会主席西索瓦特莫尼勒亲王 并且出席了他举行的晚宴 柬埔寨王国政府 设盛大宴会 招待周恩来总理 西哈努克亲王 代表王国政府 把两辆监主寨王国装配的小汽车 赠送给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五月六日 高棉王家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盛大集会 欢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欢迎代表在讲话中说 柬埔寨和中国两国青年的接触 是他们一致希望和平和进步的良好证明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 鼓励柬埔寨青年努力建设祖国 维护国家的民族独立和和平中立政策 并且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这种努力始终能指望得到中国青年的支持 传员们为中国贵宾表演了集体操 这五个圆圈是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月六日 周总理为柬埔寨皇家电台的开幕举行剪彩 这个电台是周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时送给西哈鲁克亲王的礼物 周总理表示希望这个电台将成为传播和平自由和独立之声的有力工具 同一天 周总理 陈副总理在西哈鲁克亲王陪同下 参观中国帮助建设的胶和板厂 这个厂的机械设备都是中国提供的 投入生产后 每年能生产九十万平方米标和板 五月七日 柬埔寨棒站皇家纺织厂举行象征性开幕典礼 请周总理剪彩 这座工厂也是中国帮助建设的 柬埔寨工人为中国贵宾表演了积极操作 周总理鼓励他们说 西方国家能够做到的 亚非国家也一定能做到 纺织工人们将他们的第一批产品送给中国客人作为纪念 陈毅副总理 张汉夫副部长 在柬埔寨皇家军队总司令龙诺将军陪同下 参观著名的吴歌古迹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西哈努克亲王陪同下游览白马湾 他们在舰上进行了会谈 5月8日 中检两国联合声明举行签字仪式 福伯伦首相和周恩来总理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签字以后 乌伯伦首相和周恩来总理 向等候在王宫外面的群众宣读了联合声明 中国和柬埔寨的联合声明 以及中国和缅甸尼泊尼泊尔签订的友好条约 充分地表明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团结合作的愿望 和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